禅宗欧子他是慧口大师 他就是被人家陷害死掉的 禅宗欧子原名叫神光法师 原来的法名叫神光法师 他俗姓姬 荷兰 虎劳人 他父亲因为没有儿子 所以向上天佛菩萨祈祷很久 有一天晚上就看到一道异光 进入罩满这个房间 他母亲就怀孕 所以二子慧口大师出生的时候 就把他取名叫光 那么他少年的时候他喜欢读书 但是他没有误本性 但是他从小他志气不凡 他喜欢博受书书 他喜欢读这些书书的古书 而且喜欢谈老庄 那么早年桌游听讲 骗血大小圣义 后来阅读佛经 超然自得他有所领悟 那么依宝静寺的宝静禅师 依永牧师的宝静禅师出家 那么他的修行过程 也是很特别的 那么在记者上讲 他神光患故 那么他是怎么样去找到 他的师父达摩祖师 据说是神人给他引导的 叫他去参达摩祖师 那么当时 惠静大师32岁 他在香山中日打坐 就是香山中日烟坐 烟坐就是禅坐 又经过这样八年 他有一天在这个寂寞中 突然间见到一个神人跟他讲 他有一点点的定功 就在寂寞中 突然间见到一个神人跟他讲 将一受果 何至吃血 他说你本来就可以得到果位 你为什么停留在这里呢 这个意思 大道辉扬如其难里 他说你要求的民师不在这里 在南方 就是大道辉扬如其难里 那么 慧果大师知道这是神人在住他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帮他起个名 叫神光 那么第二天 他觉得头很痛 头很痛 他的师父要帮他治疗 那突然间空中就传声音过来了 此乃患骨 非常痛 他说这个就要把他患骨 不是一般的痛 不是一般的痛 十岁已见神事 不已其失 那么神光法师 觉得这个事情很神奇 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当时的师父 他的师父就摸他的顶骨 这个顶骨在这里 这个地方 五蜂秀之 五蜂就是有五个三蜂这个感觉 这很特别 一般人两个就不错了 一般人大概后面鼓起来 前面再鼓起来这样两蜂 它是五蜂 他说既如五蜂秀出矣 那他师父就跟他讲 如相吉祥当有所证 他说你这个相非常吉祥 应该将来会证果的 神令如然里 这个神人叫你往南方走 为什么提这一段 我在看达摩祖书章 我很喜欢看 欧祖辉国大师这一段 他后来我看电影里面 是一只兔子 那个神人 怕我一只兔子 引导他往前走 在电影里面 事实上也有很多 境界来考验 二祖辉国大师 很有趣 到后来你们看达摩祖书传 达摩祖书后来 为了度那些坏人 那些强盗 后来显神通 有没有看到 他打木鱼 到大殿里面打木鱼 这部电影非常有趣 拍得非常的神奇 他说 那他的师父就跟他讲 他说少林寺那个达摩大师 应该就是你师父 事实上他师父是在等他 那41岁那年 所以你看 这个 一个伟大的 一代宗师 这样成就也不容易 要遇到善知识 你看 他32岁 就开始 想要找老师 他后来前面那个书 不是他的老师 对不对 他这样又缠坐了八年 要等了八年 他书等了九年 少林 少林寺面壁九年 等他 要等他 所以老法师说 现在是老师不好找 相对的 学生也不好找 学生也不好找 我很幸运 我能够亲近近空老法师 还有近空老法师的学生 简红文具是教我 佛门的基础 所以他41岁的时候 就到松山少林寺 去参与达摩祖师 那么 神光法师 经过他师父这样讲以后 他就前往少林寺 陈戏参成 但是达摩常 端坐面壁 莫文毁力 也没有听到说 他给他鼓励什么 那么 神光法师 就自己在那边思维 他师父 坐在里面都不动 如如不动 我看店里面 还有演这一段 就是那个小沙咪 因为少林寺的师父 会送饭过来 饭都没有吃 那听说店里里面 我看那个店里面 还演那个 小沙咪比较调皮 用那个弹针 去弹那个达摩祖师 那达摩祖师用神力 那个针 就弹回来了 又弹回去 很有趣 因为他事物没有出定 那神光法师 在他们自己思维 习人求道 敲骨起水 赤血祭祭 步伐烟尼 头矮是腹 骨上若死 我又何人了 他就说了 他说古代包括佛陀 包括历代的这些祖师 他们想要去求道 想要去明星见信 敲骨起水 什么叫敲骨起水 以骨作笔 以水作末 以水作末 就是牺牲自己的身体 用骨头作笔 就叫法布施 赤血祭祭 甚至把自己舍身 佛陀舍身为福 勾勒为因 步伐烟尼 佛陀曾经有一世 是一个贫尼 那么当时 因为南登佛要去弘法 那么这个贫尼 用法铺盖 那个泥泥的地面 供佛行众 南登佛给他设计说 一百节以后 你将成佛 名为释迦摩尼 那么也有说 释迦摩尼佛降生在 独帅 起带了南登佛设计 那么古代这些 包括佛陀跟祖师 他们都这样牺牲自己 还有头癌 赐福 古代的祖师大哥都这样 那我算什么呢 他求我在写中 跪了三天三夜 中夜 立于写中 到天明 他似乎还是不准 他进去这个洞里面 那么神光法师 就用刀自断守备 表他求到的自成的心 那一年 12月9号 天大雨雪 那么天下了很大的雪 室内 坚立不动 那么这个雪 已经应该过他的膝盖 赶德达摩祖师 从定中出来问他 如酒立雪中 当酒合适 你在那雪堆中 这么久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他似乎 故意问他的了 神光法师 悲泪回答说 他就留着眼泪 回答他说 我愿和尚 是被开甘露门 广度勤平 你来度我 开甘露门 达摩祖师说了 诸佛无上妙道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他说诸佛菩萨 诸佛无上妙道 要经过三大阿生奇节 三大阿生奇节的精进修行 难醒能醒 难忍能忍 哪里只有这么一个 小小的德行 跟小小的智慧 还有你的轻心跟慢心 你就想得到呢 徒劳辛苦 那达摩祖师就跟他这样讲说 古代祖师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旷解精勤 难醒能醒 才得到这个无上妙道 你这样小的小智 就要得到 因为他达摩祖师 这样讲完以后 神光法师就马上 把这一道戳出来 就断臂求法 自断左臂 自以达摩前 师父 我把手臂断掉 我来求法 达摩祖师也被他感动了 这一段里面有一个公案 就是说 当时为什么达摩祖师 传给他四卷嫩且金 而且证明他是开悟的圣人 他当时有跟他做一个勉励 他告诉这个神光法师 他给他这个传法以后 释法名叫慧可 他就告诉他 他说的 秉析于外眼 内心无喘 心如墙壁 可以入道 那么 当时达摩祖师印证他 他已经得法了 知道他是法器 然后就告诉他 诸佛最初求道 为法忘形 如今断壁无前 求义可在 他说诸佛菩萨最初求道的时候 也是为法忘区 你今天断壁在我的前面 求义可在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牺牲 为法忘区 为忘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就把他 试法名慧可 那么当时也有第二个 第二个公案的一个对话 就是说 当时 神光法师就 慧可大师就跟他师傅讲 问他一个问题说 诸佛法印可得文夫 什么叫诸佛法印 我们讲说 佛陀 林山 脸花 加授破眼微笑 这叫做传法印 以心应心 这叫做法印的意思 你开悟的 书给你印证 比如说像 这个 五祖红能大师 跟六祖慧能大师 那么六祖慧能大师 他 五祖红能大师 到这个聪明王去看他的时候 在这个地上 用西藏车敲山下 三更入室 他就是通知 六祖慧能大师 到他的疗坊去 要传来 一波 因为六祖大师就提了一个记忆 菩提本无事 明镜一挥台 本来无异物 何次所尘埃 那他书知道他已经开悟了 然后就为他说金刚经 加沙周围 他跟他书 诸佛法印 印证的法语是什么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本自自自 何其自信 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 本不生命 何其自信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叫什么 传佛法印 书为你做印证 那他就问他的师父 他说诸佛法印 可得温柔 你可以告诉我 怎么样可以这样 开悟吗 他书跟他讲 诸佛法印 会从人的 不是从人 去从别的地方去得到 那在心外求法 然后接下来 惠果大师 跟他师父讲 他说 我心为灵 岂是已安 他说 我内心不安 请你帮我安心 达摩主说 将心来 已如安 达摩主有个 雕刻佛印 是这个动作 将心拿来 我帮你安 结果 惠果大师 两句说 米心了不可得 他想一下 奇怪我心在哪里 他刚才讲 师父我心不安 师父说 心安来 我帮你安 这什么意思 这是他们 疾风化 在跟禅世间的 那种残疾对应 他讲说 我内心不安 那他师父讲说 将心来 我为你安 他反照这些 他找不到心 为什么找不到心 因为心体 无死无息 你说他死 你找不到 你拿不到 你说他虚 你有可以感受得到 你知足有时候 你就觉得 很痛苦 很怀恼 对不对 你很难过 他不虚 他无虚 你说他死吗 你又找不到 他在哪里 他在你六根 接触六层 跟人在起作用的时候 你就见到你的心 就在这作用上 就像镜子在照东西 你走过去 他就照到像 那照性在哪里 在像上 就见到照性 所以古德讲说 见像即见性 就这个道理 这个是很深的一个意境 他说 弟子心不安 不安的心 跟安的心 同一恋心 迷的时候 叫不安的心 悟的时候 安 安心 悟了以后就安心了 你就心平气和了 心安理得了 你平等心献钱 你亲近心献钱 你觉悟的心献钱 那就安心了 所以你练到 练佛练到功夫成片 思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到理一心不乱 就安心了 真正的安心了 你不起心不动恋 就安心了 你还会起心动恋 就不能安心 你会有得有失 你会有好有坏 你会有苦肉有喜舍 因为你有得失 有能守 有好坏 有没仇 有是非 有善恶 那你就不安了 人家说你好 你就高兴了 人家说你不好 你就不高兴了 人家给你掌声 你就高兴 不给你掌声 你就不高兴了 你有得有失吗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安心呢 得失心放下来 叛连心放下来 你开悟了以后 你我子破了 法子破了 再破根本无名 你无名破一品 你正都法身 是真正的安心 所以迷的时候 叫不安的心 有业障 有因果 有痛苦 有忧愁 悟的时候 你知了不可得 梦里明明有六七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个意思 所以他讲到说 你心底了不可得的时候 他述说 他述知道的时候 他气住了 我为你安心 我已经帮你安心了 谁帮他安心 他自己安心了 他放下了 这是一个很高的意境 那么 这个点为什么提到他这一段 因为他后来就成为 二祖会口大师 那在北齐天保三连 他传给三祖生战大师 他就到荷兰的夜都 化岛四众三十四年 在那边教化众生三十四年 然后呢 韬光混击 变异一向 就是什么 穿着就 很特别的那种穿着 或入酒室 或是到酒店去 或过屠门 或是到屠宰场去 或洗街坛 或是跟那些 街上的人在那边谈话 或水失忆 或是那些工人 跟他在一起 有人问他说 师师道人何故如是 他说 师父啊 你是修道人 你为什么穿着这个样子 而且跟这些人在一起呢 二祖会口大师说 我自调心何关如是 我自己会调心干你什么事 然后到晚城 匡旧事 圣养中风 中风就是禅宗的 学者引起到时候 很多人在那边祭祭 当时有一个法师 叫汴河沙门 汴河法师 他在世中讲经 那么他的徒众呢 都跑去听 二祖会口大师讲经 然后他怎么样 他就 昏怒嫉妒 毁谤于义宰 就是这里讲的 污慈以底下 阴祭以败美 要去破坏他 义宰就是什么 义宰就是宪长 宪令 泽仲凯 那么泽仲凯就把这个 二祖会口大师抓来 问他 他说人家说 你是谁谋外道 是不是 那么二祖说 是 他说你是迷惑多事 是不是 他说是 后来就把他砍头了 一砍头以后 冒出白浆 流出来是白色的 这都是正果圣人 十年 一百零七岁 当时一百零七岁 时间在隋文帝开晃 十三年 那么唐德宗 最封他叫大祖禅师 那么当时 知道这件事情 就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二祖会口大师 会被宪令 把他宰杀 杀害 人家就觉得很奇怪 原来他是还命债 那么过气生 作为县官 是一头牛 那么这一个二祖会口大师 是木桶 当时在悬崖边 那个木牛在吃草 要把他拉回来 他不回来 那二祖会口大师 当时木桶 起了一个无名生气 就把他踹了一脚以后 那个牛不小心 掉到悬崖里面 因为就死掉了 就还这个命债 好